下午出身 我想談一些我最近下午會遇到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那個公眾利益會有一些幫助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 推測上最近使用的經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 也是對公眾利益有一點幫助 第三點的話是 我在網上也認識到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對你 他是你20年的粉絲 我覺得非常的關心 而且他也有你非常舊的照片 對然後我認為這件事情 我希望可以讓你分享一下 你幫助到很多的那些病友 謝謝 他們是對你非常的穿定 我要把他們的感謝意傳給你 謝謝 如果你有需要是可以證明 可是我覺得時間來不停 下次再來 你第一個先說吧 第一個關於軍縱的就是我之前 我發現軍縱就是 其實我有造一證的 可是我自己都沒有自覺 因為我在軍縱我以為那個環境是正常的 我就自己一直接受軍縱的教育 我是從軍縱教國中部 然後陸軍環教育上來 後來因為心臟有病 你對了 然後我出來之後 我一直以為軍縱那個是正常的 那種教育方式 那種 方式是正常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 發生會正常的 然後我最近去看 宗教育員聽說 可以發生 沒有造一證 對不對 就是 啊 軍縱這個教育 對 然後我後來去參加 最近有陪同學去參加 中生學校的校友會 我發現到非常誇張的事情 就是 之前那個 其他國女神 葉悅蘭什麼 空間在那邊 搞關係 而且在那邊 就那個校友會的會長就叫大家去立法院去抗議 我認為軍人應該要保持一個中立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機制 什麼 可以預防這種事情 而且 我發現這個就是 怎麼看就是一定有關心的嗎 軍人就是要保持中立為什麼你會叫大家 而且你是會長你怎麼可以叫大家去 立法院抗議 雖然說你們已經對秀了 畢竟你們是軍人 應該要保持中立管理 我對這個 沒有一個機制 給軍人有個心理輔導 然後讓他們保持政治中立 這個機制感到非常恐怖 大概就是 第一點就是這個 第二點推特的話就是 我很誇張就是我 正好已經被凍結11次了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跟 中國的很多網友在站來站去就是酸來酸去 因為他們一直找著 要怎麼留島不留人什麼 都會去酸他們 可是 因為他們靠的人多失蹤就把我進去到說 以為我是機器人這樣子 然後推特也 我懷疑就是 真的有針對到我 我已經 用了三個手機 很誇張是我最近介紹的詐騙情話 因為我是612號城市人回來的 所以我的個人資訊什麼的 應該還沒有辦法多留了出來 但是 可能我懷疑推特就是 利用我用我的手機 還有我媽媽的手機 去登輪 因此他獲得我的個人資訊 然後來詐騙我的媽媽 他知道我的本名 還知道我同學的名字 對我認為這個非常誇張 我在推特使用經驗上 竟然如果我有這種經驗的話 我懷疑他呢 也有這種風險 因為中國的推特他們站的人多失重 他可以很多人去檢舉你一個招 然後你沒有辦法這樣 對 但 你沒有辦法有個正常的推特使用經驗 對而且我就發現 蔡英文的推特在那邊 就是各地會有很多人來關 可是 那我也可以一直 罵醫生 一切 完全要 就去 人民日報 中國競爭社 一樣的去酸民 一樣的去逢生你 可是 我懷疑的結果就是 我會 因為人都是 我的推特會被檢舉到 不是機械了 我沒有辦法使用 對我現在 好不容易可以使用 可是 我不敢用我的筆電去上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用我的筆電去上之後 我的招呼馬上就會凍結 非常誇張 我都有一招 拍影片是不是 對 而且有些網友就 很誇張 中國網友 我認為他們就是 高的人多失重 會對我們台灣 可能一些隊友 會造成這種攻擊 我認為這種現象 必須 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機制去處理 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時間 大家看過 很棒啊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 確認一下我聽到 第一個是說 當然退休之後 他就不再有軍人身份 但他會 打折 就是退將 或者是退退休 軍人的 名義嘛 那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當然可以做一些政治的工作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等於是你對他打折 軍人的 而且重點還有 一把語言 就是 公安的在那邊 有關係 我認為這個 非常的嚴重 就是 沒有辦法保持一個 我們軍銷就是 學長決定 那個很非常的嚴重 對這個 沒有辦法去 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 因為 這個比例相差太全出了 我認為 起碼你也要一半一半 可是 問題那個比例 你是一個會長 你公安叫大家去防禦抗議這個 不是 而且重點是一個軍人 因為 他們的影響力都還在 所以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 我看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必須要說出來 必須要 但是我覺得 唐伯尼可能有關 處理 或者是 首先 至少我想讓你做什麼 對 非常感謝 這個我了解 之前也有處理到一個程度 包含說 到PRC去唱他們的國歌之類的 那個程度 那個程度 當然 因為 畢竟退休 還是有一些退休金 所以這邊是可以說 如果他真的做了 從我們的角度看起來 好像是去 承認PRC的 就是對台灣的合法統治權 的這種事情的話 對 那這樣子 對他的退休金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這個程度已經做了 但是 在台灣內部的 就是說他要參與 個別的政黨活動 確實目前是沒有禁止 那也沒有相應的 這些事情 主要原因 還是因為他退休之後 就是 他個人的自由 但是 他 對 但是確實 確實就是 怎麼樣影響這些事情 這或許很值得來討論 所以這我有聽到 謝謝 那第二個 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用特定的電腦的設備 那你即使用 你有試過不同的瀏覽器嗎 我有試過 可是也是 很快又被定了 一開始用Google化 用後會到 對啊 他又很快樂道的 就是張揚給動 我就覺得非常的特定 對 就是他怎麼有辦法這麼快 我只是 才登錄了 而且我已經換手機 他馬上就追蹤到 我就覺得 你怎麼會這麼誇張 而且他有辦法 就是下面你要來 不過他主要是用IP位置 所以你只要從同一個地方上網 沒有 可是我是在放電 是嗎 對 我覺得非常噁口 對 因為他了解現在基礎有辦法做到這樣 我覺得非常誇張 因為他竟然可以這樣對付 他又可能 這樣子的人對付其他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資料問題 好 那這個我再跟推特那邊討論看看 對不對 那當然因為推特他還沒有落地 他還沒有成立台灣公司 但是我可以就是 跟他說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再跟他有什麼想法 這個基準 標準 因為很多官員都反應 為什麼中國人可以罵香港人 這樣忙這件事情 他可以罵台灣人 日報啊 可是 我們舉報他都沒有用 他的帳號都不會被凍結 他利用我 他講話我什麼 他也不會被凍結 我覺得非常誇張 我推特也有凍結的蠻多 PIRC的正好 其實現在 現在還是 我在那邊活動 我還是 觀察到很多 我的跟中華 主要是人數 你覺得人數比較懸殊 對對對 比例太懸殊 他們就是一直在活動 然後粉絲也是一直在增長 我認為這個影響力非常 我會造成 這個放了下去 放了下去 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理解 那我會再跟推特那邊了解一下 謝謝 對 那第三個就是講說 日本網友這個我收到的 謝謝 我要怎麼講 他叫做 我可以進來錄個的話 那已經帶錄了 他看到應該他就可以理解 對啊 可是我就是建議 他說你可以在 自己也在 協助病友 就是 可能LGBT 是各方面的 我希望 過躁鬱啊 對對對 因為我認為我們跟你其實很像 我們都講話很快 明顯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認為我可以成為第二個 你這個日行 打到天地不太一樣 就 照顧不太一樣 所以 如果有機會 算說我也是 我想跟提一下 你參加民進黨 為什麼一定要用麥 不喜歡用麥 我沒有參加民進黨 民進黨有一個活動 就是他就去你那個講座 一定要用麥的舉報 放明 我覺得這個非常 我平常也不用麥的 我不知道他們用麥 他們規定一定要用麥 我是在IQ看到有一個活動 就是 我知道那個線上講座啦 其實 其實我線上講座 我自己都會放一份在我們YouTube 所以就算你沒有報名 你事後到我們YouTube 就會看得到 對 像我最近在日本有 另外一個叫什麼 Arm Treasure Data 還有一個叫 Plasma 12 那當然 你也要註冊才會看得到 那其實我講的部分 我都早就已經放在YouTube上 因為我以前有看到 因為YouTube的命名 太 對 比較索碎 很久以前 很難找 所以如果你 你不想用麥 或你不想註冊的話 你最多就是等個一兩天 他們的影片上線 我們這邊也會上線 說一下都是這樣 方便我們找 比如說放在康航在哪裡 在這裡 就是連結了 那方便我們找找一點 因為 有的那個網友 或是像我們想要找你的YouTube 想要看 結果都找不到 找到就是很舊的 我們搜尋那些資訊 理解理解 我們網站的那個 主要的作者指引 就是社會檢討 如果有什麼具體建議的話 可以跟他討論 我也很意外就是 你已經忙得到 就是要預約到早上的時間 我今天是可以貼個公告 大家看就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理解說 可能系統就是會花時間 不過其實就是你越早 等我確定時間 尤其你就會拿到越多時間 我其實後面還有在訂閱我 對我後面9月3號 好啦那我們就9月見 9月見 就保持聯誘法 中間想到怎麼可以E-mail我 因為我中間可能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 有